EOS50D的最高連拍速度可達每秒6.3張 如果說您搭配的是高速記憶卡的話 它甚至可以連拍達60張以上 所以說我們現在來試一下它的高速連拍 按下對焦的設定按鈕 我們可以轉到高速連拍攝影 確認 好我們現在對著目標按下快悶 我們可以看到它系列上的紅燈一直在儲存檔案 好當它的buffo達到飽和的狀態之下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每秒大概是3張的速度 好相對它持續在儲存 OK已經充完了 這項我們大概已經至少按了四五十張以上了吧 所以說 以它這樣的連拍速度其實已經非常適合在 包括拍攝寵物啦小朋友啦等等的一些 常常會動的一些主體 當然鳥類的攝影是可以的啦 所以說 它的六點身上是 表現犯是非常的 不錯的 EOS 50D同樣有 Live View即時影響拍攝功能 但它與4D比較不一樣的就是它 把Live View的鍵 移到了關鍵窗左側 與共享鏈鏈鍵在一起 好就這一顆 而且它還增加了全新的即時臉孔偵測自動對焦模式 這項功能我們來到Menu鍵下 我們選擇 即時顯示功能設定 來到自動對焦模式中 就會看到最後一項有個笑臉的符號 那就是 臉孔偵測自動對焦模式 我們選擇這個功能 我們要跳出來 好這下我們按下Live View的鍵 我們聽到快門 反光鏡彈起的聲音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畫面上出現的臉孔 就會有一個框框鎖定的 跟著臉孔在做移動著 這下我們按下F On的鍵 這時呢 它可以自動鎖定 畫面中的臉孔的部分 這個功能呢 在針對拍攝人像或者團體笑片時 能夠做到更精準的對焦 並且還優化人像的笑片效果 讓您拍出來的人像膚色更顯得自然 在拍攝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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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and climbing 下 噢